再来看到这个选举新闻里面 也有比较温馨的一面 台北市议员夫妻党侯冠群和李燕秀 最近都在忙着拼选举 可是一岁多女儿乙保是很黏妈妈的 所以李燕秀常常得带着女儿跑摊 这次是为了帮侯冠群拉票 特别订做了一件Q版的助选衣 小乙保跟爸爸穿得一模一样 很受选民的欢迎 稀票功力很惊人 侯冠群 李燕秀拼选举 女儿也来参米卡 把握全家相聚时间 她在这个阶段是最可爱的阶段 然后也最黏人的阶段 我大概都只睡三个钟头 我中间有空回家看她半个小时 然后帮她洗洗澡 我都会回家帮她洗洗澡 然后再出门 李燕秀帮怡保穿上跟爸爸一样的 Q版竞选背心 瞬间拉了好几票 她一定可以帮她爸爸拉到票 你看那个要带她出去活商标 好可爱 好可爱喔 又健康又可爱 为了这15个月大的助选员 李燕秀好不容易找到厂商 愿意开板做衣服 这件迷你助选背心 宽只有30公分 高36公分 是大人版的三分之一 一件要价2000元 但很值得 因为这名小小助选员一出场 就是目光焦点 小红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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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李燕秀的眼睛细长 怡保的眼睛 鼻子都跟爸爸一样圆圆的 而且怡保的小嘴嘟嘟的 也像爸爸 妇女长相神似 怡保有奶腹之风 又对记者的麦克风爱不释手 将来会不会也走上政治路呢 李燕秀边跑塌边带小孩 忙得整张脸都是汗 但有女万世族 再累也甘愿 明镜新闻黄春公中益 太爱报道